前不久呢 刚刚健身奶爸的音乐家王涛呢 还没等这个老婆刘璇做完月子呢 就带着她的新专辑一天来到上海宣传了啊 为了给这个刚刚生产完的刘璇好好补补 这回她是来百事学艺的 宣传期撞上老婆做月子 王涛格外卖力 我们见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跑完了六个通告了 现在状态怎么样 很好 因为终于可以吃饭了 今天我们不是来吃饭的 而是来做饭的 不过对于经常下厨的王涛来说 似乎这都不是事 每一个四川人都是天生的厨子 你自己对自己有信心吗 有 非常 做饭是我的强项 这么有自信 咱们就先来看看王涛 这些食材你都认识吗 山药特别养胃 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重要 然后百合 对 其实百合 这就是彩胶 其实除了那个青椒之外 还配色很重要 然后这是我最爱吃的银杏果 因为可以补脑 哎呦 不错 看来王涛还真不是吹的 不过刚刚进入第一个步骤 蒸山药 王大厨就露馅了 这个五分钟吧 五分钟比五分钟要长一点 大概这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啊 山药出炉 王涛继续手足无措 看反了吗 看反了反了 看来王涛还是经验不足呀 为了搬回一城 一转眼王涛就行云流水地展示起刀工 音乐家平时该多保护这双手呀 不过王涛想的全然不是怎么不让自己受伤 而是 我们在家里做菜其实没有必要这么浪费 好奢侈啊 在家里这一块就可以留着 这在我们家浪费了 被 浪费我老婆妈的 刀工利索还环保节约 还真是要为王大厨点三年咯 十分的话 大概七分 王涛进入佳境 这道创意料理也进入最关键的步骤 因为要把鸭成泥的山药和百合 一片片粘合在一起 没有一点耐心可是做不成的 以前别人说 好的厨子 就是说在做饭的时候是很快乐的 因为你做出来菜会好吃 你要带着负面情绪做菜吧 这不会太好吃 是真的会这样吗 是 所以你要是突然失恋了 那天上班吧 我说王大厨 你还有心思管别人心情怎么样 再不开火 食材都快补新鲜了 这招就感觉特别酷 这招所有人都会啊 看我们徐主厨颠勺 驾轻就熟 王涛也要来耍个涮 一个小时后 王大厨出品 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 就像和堂月色吧 要说起来 这还是王涛第二回 做创意料理呢 这第一次嘛 简直不忍回忆 曾经做过一个 苹果丝炒苹果丝 但是就被我太太说 请你以后不要再做那种大胆的尝试了 第二次尝试究竟能不能回家 跟老婆了一拳交代 让我们专业的徐主厨来打打分吧 老师手下留情 王涛倒是自点其乐 他还想着等孩子大了 能亲自给宝贝再露一手呢 给小孩儿可以这样 比如说几岁 可以吃腐蚀的小朋友了 这样压一压你 腿挺好的 生活中的王涛也是非常可爱的 我们也要恭喜这对新进的明星大妈 谢谢大家